可以看到整排消防車列在桃園中立 中正路上升起雲梯 情況很緊急 因為裡頭有三人受困 現在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二十二凌晨兩點多 這一間飲料店突然發生火警 火事一路從二樓窜到四樓 其中二三樓為住家 警銷貨報到場後 先是在三樓救出一名十二歲女子 所信意識清楚 接著在二樓分別找到一名六十三歲 羅姓女子和五十四歲 流姓男子 兩人被發現時都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且全身多數有二到三度燒燙傷 鬆一急救後 男子恢復心跳 目前還在住院觀察中 但另一名女子曾靴共不治 詳細起火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理清